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言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271章 蟲吐蟲 上次講到在天泉城內 那些鷹兵要出來保護主人 我突然想起 我和盧哈姆相處的日子裡 都有很多空間的時候 有一天 盧哈姆跟我說起了一部河南語劇 叫做《張大炮遇到湖吹水》 湖吹水是山西人士 張大炮是濟南虎人士 兩個人一起去趕天下第一會 然後遇見了 也就是泰山會 張大炮就說 這麼多年都不來山西道 不知道近幾年的光景是怎樣的 湖吹水就說 哎 整四十年都沒有下雨 張大炮就問 四十年都不下雨 那麼老百姓吃什麼 湖吹水就說 幸好一年修成可以吃到八十年 他們兩個你一言我一語 反正一個就是車大炮 一個就亂吹水 一個說自己存了三百零六個老婆 一個說自己有一千三百個兒子 一個說自己有三百隻船 另一個說自己是肉王大帝的親戚 老虎貓把張大炮和胡吹水的故事說完之後 我聽到嘻嘻大笑 大笑之餘我對老虎貓說 這個張大炮和胡吹水 真是其逢對手仗如良才 就好像…好像…誰撞到誰這樣 只想不到怎樣形容的時候 老虎貓若有所思地說 就好像是分身杖遇到陰龍兵 當時我知道分身杖是什麼 普天之下喜歡打的東西 山蹄排名第七 第五就是分身杖 我就問老虎貓說 分身杖很厲害嗎? 老虎貓領頭就說 和厲害不厲害沒什麼關係 這兩樣東西最令人頭痛的就是神出鬼沒 分身杖是個石頭人 可以幻化成為十二體相 飄花不定最難防的 如果可以抓住分身杖的真身 這樣就可以對付到他 但一旦抓不住的話就糟了 所以和分身杖打架 贏面只有十二分之一 第一次找到真身就可以贏了 找不到的話就要等死了 我當時我高頭笑著問 那陰龍兵是什麼 老虎貓也說自己是聽別人說的 他也沒見過陰龍兵 只是聽說過 陰龍兵是死了個龍化出來的 架陰兵的人可以使得到他們 不是說這些陰兵有多厲害 而是因為這些東西無形無體 這東西有個破法的 懂得破法的話 要贏它就不難的 但如果不知道怎樣破它的話 整隻饅頭烏鷹撞上去 很容易死得很慘的 這就是我對陰龍兵的最初印象 暗沙門的江湖這麼大 比陰龍兵厲害的東西大把 但可以比這東西更陰濕的就很少了 估計只有十二分身杖 所以當我聽完尤飛白的豪言狀語之後 馬上整個沒有氣的皮球 很避忌 看怕這場仗很難打 就好像陰兵肉火一樣 如果知道怎樣破它 那就很簡單 隨便一個都可以破它 但如果不知道的話 連林慕蟬也會中招 那句很客觀的話 林慕蟬在飛天夜叉 可以隨便飛上天 在小星龍的爪下 都可以全身而退 他那群神龍古廉更加上古奇兵 但差點都被那些陰蟲肉火燒死了 教我們這麼多人的力 和這個尤飛白搏到最後 那就不怕航服不了他 但如果他隨隨便便 用個陰濕招數 傷到我們 這樣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沙片就很害怕了 在暗沙門裡面 誰都不是那麼好對付 自己視著偽高人膽大 但明槍二朵暗戰難防 這群人就是我的親人 無論誰中招我都不想 在天拳井裡的陸光閃出來 井裡的陰兵傾框响 他們前赴後繼要爬出來 但被井口的鐵欄山攔住 出不來 恐怕那個鐵欄山 他們就不能自己拔走 這個拔走的過程應該很複雜 如果不是 就不能擋住井下那麼多陰兵 尤飛白在那時候 猜到我的陰兵在這裡塞住井口 好像不是想打的 而是在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說不定有什麼景色 我對著井口大聲喊 我說老友 你的火氣不要那麼大 為何開口埋口也要打呢 我們可不可以好好地談談 在井口中 尤飛白很生氣地說 你弄爛了我的泥勇 殺了我的狗 拐走了我的鳥 現在說來和我談 有什麼好談 我梁眉想了一下 真的要找一個有些重量級的話題才行 否則尤飛白真的不理我 進入井口中 我也沒有十足把握下去抓住他 於是我即時大聲喊 老友我問你 你們的武道堂不是介因兵的堂口嗎 為什麼要出什麼通書 還想用船機浴甲那些東西傳到周圍也是 你們到底是怎樣想的 如果想拿出船機浴甲 你們自己偷偷摸摸去搞就行了 其實我也要去紫雲山 既然你們的通書引到周圍也是 看怕也不怕暗收門的人去 你如果真的有本事就殺了我 我去不成紫雲山 那你師父是不是開心點 本來我打算和這句尤飛白亂說一通 反正就是吹水 別管哪句話說中就行了 我那句話只不過是潛意識之中 覺得整件事有點不對勁 所以全部都說出來 沒有想到真的被我說中了 真的有這回事 如果想施吞全機浴甲 為何要印在自己的通書上呢 我又想回連東海復波秀明明可以自己親力真偉 為何要在戰場上修編了我 還要我去找什麼全機浴甲呢 這件事到底是什麼來的 他們到底要做什麼 報這個告很奇怪 尤飛白其實不是和尚來的 只不過是天生頭髮小 氣血不糟 當年他轉移妖兵的時候 因為使的手段太瘡缺了 直到解放軍打進來 他也沒有運完妖兵 所以才走不了 也因為這樣被捉住了 傳出了一個瓦寧珍的名頭 尤飛白聽到我這樣說 他就在整體內說 你說什麼話 你們都說要去紫雲山的 我也跟著回應他 是啊 我要去紫雲山的 尤飛白又在整體內叫出來 照這樣說的話 我都可以放過你不用理水的 不過你隨身帶著寶貝要交給我 交給我之後 你們就可以走了 這件事就打和波 誰都不欠誰 在紫雲山上 我們會再見的 黃鎮銅聽到他這樣說 在井旁邊大聲喊 你隨便不抹嘴 還說放過我們不用我們死 是我們放過你 不用你死才對 有本事你就上來吧 那條井成英被石倫獸的水泡包住了 尤飛白只要上來 肯定會被水泡捉住 照我不破那個重法 一時三刻之後 尤飛白就會在水泡裡捕死了 不過我就發現 尤飛白似乎在和我拖延時間 他既不想上來也不想我下去 好像在等著什麼 或者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 黃昏時份 鎮銅兵就可以製出來 一發不可收拾 我望望天色 大概剩下兩個小時 我覺得我們不會這麼巧 偏偏今天見到尤飛白 就是他大功告成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不可能 裡面肯定有問題 既然尤飛白口口聲聲 說可以將鎮銅兵抬出來 就說明了他早就能指揮那些東西 至於為什麼不用我就說不出了 黃鎮銅和張書旺都發覺尤飛白有問題 黃鎮銅對眼瞪了一下對著我說 德魯啊 你先把這個水泡解掉 我們下去會會他 這個白爺公不敢上來 只是在虛張聲勢而已 張書旺就說 那我們就敢下去了 井裡是他的地盤 萬一那些子氣可以殺人 那怎麼辦 劉向曼在旁邊光顧黃鎮銅說 但是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達魯無禪就說 下去不妥 既然他是鎮銅兵 我們就要小心他偷襲 關鍵是我們不了解他的手段 稍微一個不小心 可能就會中招 黃鎮銅就跟著說 你們看不出來嗎 這個白爺公好像在等著什麼 如果真的按照他這樣說 萬一會中我們一網打盡 那怎麼辦 我小小聲商量說 我們最好就不要下去 想辦法把他捉上來 我有個辦法 石倫獸吹的水泡可以圈禁人 困住之後不會當時受死的 裡面還有一點空氣 我們把嘉道士放在水泡中間 叫嘉道士用蟲髮把尤飛白捉上來 我再叫石倫獸用蟲髮把尤飛白放出來 然後把尤飛白留在水泡中 這是蟲套蟲的洗法 要學演蟲兵一定要學這個 這也是魯哈摩的絕技 然後我跟尤飛白說 那一會後他就會死了 讓他去中國知道的東西 全部都說出來 怎麼樣 林武善就問 那為什麼不用山罪子去捉人 我無奈這樣說 山罪子太慢了 凝圖在水泡中要浸著 這也不太好鋪 黃甘龍就說 這個方法好就這樣做 於是我叫石倫獸在肉行仔的旁邊 重生吐了大水泡 林武善抱著嘉道士走過去 嘉道士在林武善的手中拼命掙扎 因為他也很清楚石倫獸是什麼 他也知道石倫獸套出來的水泡有多危險 所以不斷在推林武善 希望可以爭脫到 林武善也覺得有點不忍心 黃甘龍在旁邊伸了手 直接讓嘉道士碰到水泡 嘉道士一瞬間就被水泡吸住了 嘉道士坐在水泡中 很生氣地看著林武善 他的意思就是 怎麼會有這種主人的 把自己的寵物推進火坑裡 林武善在水泡外面就說 你不用急的 稍後就會把你放出來 你把整體下面的人 捉到水泡裡 記得要快 他一進去 你就可以出來了 聽話吧 嘉道士雖然不可以說話 但他聽得明白人說的話 所以就不用演蟲法 如果不是的話 我都不會把他送給林武善 這是因為這件事很好用 嘉道士現在在水泡裡都沒有辦法 好生氣地燈了石輪秀 我現在在用石輪秀 解釋述行井口水泡 我擔心嘉道士去捉油飛霸的過程中 就不能嫁空取物 在我剛解釋述行井口水泡的時候 嘉道士運用蟲法 在水泡裡一陣白光閃過 油飛霸就被嘉道士捉到水泡裡 那個水泡就在述行井的旁邊 油飛霸前那幾秒完全沒有反應 通常被蟲法捉住的人 一般都會頭暈暈的 我梁眉等了一下 對水泡裡的油飛霸就說 你知不知道我這個水泡有什麼用的 我問你的事你快點說 如果不是的話 你肯定會死在這個水泡裡的 不妙的時候 林霍蟹很慌張地說 黃德露你小心點 不要急著問先 先將油飛霸用水泡封回他 那些紙器又飆出來了 我立即快點叫石輪秀洗蟲法 又套了水泡 重新封回油飛霸的井口 後來油飛霸說了一番話出來之後 我這樣才知道 林霍蟹真的救了我們 沒有井口的水泡 在油飛霸死之前 我們大家都要死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 中文字幕提供